人类的身体血脉相通 自然的世界千诺纵横 在天人合一心怀敬畏的生命中问中 营结成了中华文化灿烂的瑰宝中医 地厄山东半岛咽喉的围方 金莲海带四季分明 诸多草木扎根于此 这里的一草一木 孕育出独特的围方中医之道 诞生了妙物其黄的中医世家 从电子中药到中医女孩 从网络养生到中药引方 中医被今天的年轻人宠成时代顶流 而我呢 就是中医顶流粉丝中的一员 作为一个围方人 我很骄傲 因为我的家乡 有着深厚的中医文化 南藏北黄传为佳话 飞移项目与谷为新 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 领略这座宝藏城市 蕴含的中医魅力 让我们开启一段 穿越时空的探索之旅吧 黄元玉故居坐落在维方昌义 一个宁静的小巷中 房屋简朴 并不显眼 推门进去 一代医宗的传奇一生 徐徐展开 黄元玉是昌义士皇家新格人 是清代著名的医学家 是乾隆帝的御医 乾隆十五年 四十六岁的黄元玉 游历至京城 恰逢乾隆皇帝有其 仲太医束手无策 恰在此时 黄元玉惊人举荐 入宫为乾隆帝诊治 诊卖之后 黄元玉就告诉乾隆帝说 黄帝其实你没有什么疾病 主要是有七分药毒 三分疾病 就是说你以前呢 是太医给你治错了 你有大量的药毒存在体内 给你开三副药 两副去除药毒 一副来治你的疾病 结果是药道病除 乾隆帝大喜 所以赐了妙无其煌的贬子 挂在太医院的门首 少年得志 突遭厄运 葬送仕途 另辟蹊径 发奋学习 忠诚大者 黄元玉这跌宕的一生 是一本励志书 在几百年后的今天 我们独来仍然热血沸腾 作为御医 黄元玉常伴君策 他与乾隆皇帝之间流传的佳话 让我更加钦佩这位一代一宗 乾隆二十二年 黄元玉在行医 住宿生活中 因过度劳累 身体中虚 建成重症 抱病回到故里 至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 刻然常事 十年五十四岁 乾隆皇帝得知 黄元玉过世的消息后 深感痛惜 亲书《人道药剂》四个字 缅怀其一生的医术和医德 黄元玉把他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的一系列的重要医学成果 汇集成策 著作了十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 里边有七百四十八个中医古方 比《伤寒杂病论》里边有二百一十个古方还要多 而且他无私地把他贡献给社会 传之后世 所以后来读了黄元玉的书以后 就慢慢有点顿悟 夸张说呢 有时候感觉用药如有神助 治病的效果就有所提升 甚至可以说 有了治的飞跃 大一精诚厚德在悟 黄元玉秉承着为名医纪人的志向 医德造福一方医术妙手济世 学术思想则劈千秋 看着手稿 仿佛看到了当年黄元玉烛光下的笔羹不错 因为这些流传的著作 黄元玉仿佛穿越来到我们身边 今天的围方中医没有辜负祖先的苦心孤意 他们的血脉里流淌着黄元玉医德医术的基因 不断传承着理论 发扬着经典 让黄元玉的学术思想 在今天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黄元玉的学术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于八个字 一气周流 土书思想 也就是他非常重视中气 也就是重视匹土 重视匹部中气 重视抚扬义音 西安市中医院的国立大使杨振教授 也是黄元玉的第六代弟子 为了将黄元玉学术思想 在咱们维方更好的一个传承 更好的一个创新 我们已经进了杨振教授 到我们维方式中医院成立了工作站 韩哲儿 那这位患者现在是正在做什么呢 这是我们一个中医的外治疗法 这也是就是我们可常规开展的 一个中腕学的爱久疗法 那么这个疗法呢 也是我们根据黄元玉 这个顾苦中气的这种学术思想 开展的一项中医外治疗法 那么我们利用爱久 来针对这个患者的中腕部位 进行一个治疗 起到一个陪土建中 这个合调五臟的这样一个主要目的 一代代维方中医勤更不倦 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开阔的创新思路 让今天的维方有足够的底气 以发展中医为己任 致力打造中医药强势典范 黄元玉中医药文化节 黄元玉中医药品牌 让黄元玉的学术思想 古为今用生生不息 厚直跟脉 维方式致力于围绕 黄元玉文化品牌 打造中医药强势典范 位于维方经济开发区的 黄元玉维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就是一家这样的公司 他们以黄元玉品牌为主 弘扬研究黄元玉的医学著作 经典名方 将其精华转换成为 带用茶饮等系列产品 我们致力于做好黄元玉中医药品牌 让一代名医的医学风骨 走进现代生活 让更多患者受益 像我们的黄牙汤 就来自于黄元玉的四胜心源 为传承中医文化 弘扬黄元玉思想 进一步提升黄元玉文化的知名度 关注度 维方式自2018年开始举办 黄元玉中医药文化节 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六届 这六届一共参加了观众 达到一千万人次以上 有七百多家企业 参与了我们的黄元玉文化节的展会 效果是越来越好 黄元玉的品牌越叫越响 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海内外研究探讨黄元玉的 这个越来越多 充分说明黄元玉的学术思想 对后世的影响 也越来越大 那么这是一件非常值得 我们欣慰的称快的好事 希望这股热潮能继续一直延续下去 让更多的人受惠 黄元玉的一生 是一部浓缩的维方中医史 它的精诚所致 它的人心妙述 竟由一代代维方中医传承和发展 成为维方中医独特的精神品格 作为中医的粉丝 这场奔现之旅实在是太过瘾了 下一场我会继续带您追寻 维方中医的无限魅力 1月5日 维方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韵同志 省卫生健康委 中医药产业发展处副处长 聚云田同志 共同为维方市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会揭牌 努力奋斗5到4年将维方市中医药产业发展成为新型制作产业 为维方达到一场光太多目的新造牌 维方市将以此为契机 加快构建以种植养殖加工制造为基础 以中医服务为支撑 以中医药家养生养老旅游休闲等融合发展为补充的完整产业发展体系 大家好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中医喜欢养生 我也不例外 今天我淘到了很多好东西 这十种代茶饮 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有什么功效吧 这十种中药代茶饮 是我们维方市中医院东院区中医经典病房的特色之一 我们根据目前这个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的特点 还有很多亚健康的人群 然后我们研究出了这种代茶饮 那您觉得有没有比较适合我的这个代茶饮 您平常那个体质怎么样 很容易累 特别容易乏力 然后睡眠很多 很容易睡不够 这样的话 您推荐的话 就是我们的益气固表茶 这个里面呢 有那个黄茄 有防风 有白柱 还有富小麦莲子心等 它的作用呢 就是益气固表 这个代茶饮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喝 在您就是空闲时间 上午下午 甚至睡觉前都可以喝的 当然我们这个茶也 它不影响我们的睡眠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就品尝一下 刚才您说的这个益气固表茶 好的 这个代茶饮真的很不错 它丰富了我们生活当中的选择 而且各个年龄的都能用 大家赶紧尝试起来吧 这就是这个益气固表